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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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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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殖民旗時代 或者香港人的所謂民主意識 是從來沒有的 不用怪他 甚至大人都沒有 是不是 我想你都一樣 你是年輕我們一輩 你都沒有民主意識所謂 以前都是九十年代的時候 慢慢慢慢開始 應該是不會有的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說港英時代 殖民地真的是天下太平 沒有爭取什麼民主的時候 意識是沒有的 回歸之後 各樣都發明 八九六四 當然是一個最大的衝擊 然後之後殺到埋身 那些人才叫醒覺 醒覺之後 發覺都是不行了 做不到事情了 又睡覺 繼續沉睡 到最近又說一聲 好像又醒了一群人 但是原來的思維根本是沒有改過 如果你看到的結果 現在 這次選舉的結果出來 你就知道 其實有些估計不到 未入到棄屋已經搞了一場 已經說拐散 可以說吧 未開幕已經 我猜不到散得這麼快 我都知道這群人死定了 因為我心中有數了 即是你沒有可能說 他們說批評 永慾基本法 或者承邦建國那些 沒有可能要革不革命 那你們看這群人 真是學藝術 那都做些事情出來 真是不行 他們真是無料 事實上 現了形 一個月過去現了形 是令你真是沉上 不過無所謂 我覺得世事如此 我覺得李醫生 好像你都說選舉之後都很失落 都很失落 是不是 都 再次重新找回需要努力的方向 未必是社會上 社會政治上 你說我多深 我覺得這些真是有能力的人 反而心夫意難 那些沒有能力的人 就被人抱了上天 這個現象就是蠢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不過我覺得 需要重新找回自己所屬的位置 那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你自己本身所屬的位置 從來沒有離開過 不過問題就是 對於社會的發展 我們都是有份心 是不是 你當初幫國師去助選 其實都很難得的 我覺得 以我們來說 我們眼見是這樣去付出 真是勞心勞力的 無私地付出 用這麼多時間 其實你得到結果是失望的 但是回頭一想 付出的東西是不會浪費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選舉期間 我們將那個信息帶進社區 因為沒有選舉 我們這個concept 我們建國的精神 或者是實民的那個大志 完全沒有機會 我們可以說出來 不要再說出來 我們這次都做了 我覺得選舉我們是很好的 做得很成功的 尤其是有這些出色的君曹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不過 就算無論什麼革命 改革 都是需要跌跌碰碰 好像你說小孩子學走路 跌跌碰碰 還沒走過石仔路 小孩子就是這樣 媽媽走的 現在不是這些小孩子 這些受保護的小孩 死小孩 應該跌跌了 政治是殘酷的 我不相信他們也有得翻身的 但anyway 香港不會因為他們而死的 很多人就覺得 哎呀死了啦 這樣不會的 我們還有很多 很多有能力的人 還未出來 還未 還是潛伏 我其實覺得 我認為最有能力的就是 那些一直都不關心政治 那些人很聰明的 在香港來說 不關心政治的人是最聰明的 所謂很關心政治 不是避世的 其實他知道什麼事的 他知道他做了什麼 現在不是時候他出手了 那你現在看到就讓他們上台玩一下 那麼快就玩完了 不練算 那是不是到我們出場呢 不是 時機的東西我覺得是 時勢 我經常覺得世勢的東西 如果你要 冥冥中有主宰 那現在你說什麼 你經常說 找自己的崗位 其實都是有些意志消沉 哎呀 不對的 不在那個位置 你有什麼位置呢 其實就算你做軍事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什麼職位 就是說你去幫國師助選 都是出於一個理想 沒有什麼角色的 基本上我覺得助選 就算我們很熱心去推動這個 選舉這個運動 就是制憲這個運動 其實我們沒有角色的 我們沒有角色的 其實主要是我們參與其中 所以我們不應該失望 事實上我們都沒有什麼好失去 我們失去什麼 有一次參加國師的一個講座 然後他當中在串連 由他以前 就是德國遊學去到 怎麼影響到他這幾年的思想 那一部分就是主權政治那邊 嗯 是啊 另一部分就是維文論那些 其實是講的一個文化傳承那部分 文化 文化 文化那些 其實是一個別戶為表裏的 嗯 是啊 嗯 是啊 所以就是 最走去前線政治那一部分 就是剛剛過去幾個月 叫做 就是睡在身上 風風火火在浪頂那裏 是啊 是啊 但是那個文化傳承那部分 其實是那個勢水流長的 嗯 而那個又的確是不能夠忽視的 嗯 是 還有無論那個政治分擁有多厲害都好 這個都不會缺席的 嗯 沒錯 沒錯 這個價值都在 所以我不覺得我們失敗的 其實是 所以其實剛剛我們上半集 其實是在講這件事的 而那次最深刻印象的國師講的就是 其實怎樣生活在真實之中 嗯 沒錯 而面對著香港人我們的生活處境 嗯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懶周熱伏 批評一下 諷刺一下 但是其實 也都就是我們 就是你如實地看到的現象 會出來自己啦 做回你自己而已 不過很多人都自己都是一個很虛偽的人 他就習慣了虛偽 那 唯有我幫他這樣說 這個真實的他就是一個這樣 是的 頂著堂先啦 是的 我就是這樣說的 我會相信 如果我們當 為他們辯護一下 其實那個都是一個 那個面具有它的價值的地方 嗯嗯 如果沒有那個面具的話 我怎麼做人呢 不是呀 哈哈哈哈 你這樣說的很對 香港人個個都要戴面具做人 這個就是為什麼國師強調我們要做活在身實中 原來這麼難的 這個就是香港的環境 人總有這個需要的 但是只不過 你有沒有遺疑 你除了那個面具 還有另一個真實的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實是什麼 我想很多這些人是 有時候大家太久就覺得 咦 媽媽的事很對 是啊 不如就這樣吧 是啊 是啊 所以我都覺得是的 我常常提起香港人就是 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 我們常常說 我們說他的修行什麼呢 讀書其實我們都是的 學習 認識自己 但是香港人從小到大 就是沒有給機會你認識自己 就是等於我放你去大自然 去山間 爬石 他沒有機會你去認識自己 所有的時間就是去學習別人的知識 而這個認識自己 有時候我再留意就是說 連一些再基礎一點的感官開始 沒錯 你熱不熱 是啊 連這些都要人去指動 我覺得動的時候 所以小朋友你都一定是動 你穿著衣服 是啊 沒錯 有些時候真的穿著 出了大行都還要跟他穿衣服 因為動啊 因為天天台說今天動啊 是啊 數字說不一定動 你一定要動的 所以你不穿衣服就是對我不敬的 這些就是蠢的根源 其實你要運用自己那個判斷力去覺得我現在這一刻需要什麼 或者我不排除下一項的活動 但是這個就是那個和小朋友的互動 大人和小朋友 你用不用他的空間去運用他的判斷力去選這一刻為他最適合的東西 啊不要啊你要選選逎什麼要幫你選選呢 這個就是習慣有問題了 政府要幫你安排一些東西 讀書做的東西 生老病死 全部政府安排的 還 seafood院 入院啊 入學校 就是正正是這件事 每樣都有一個框框 有一個規條給你 沒有規條是很害怕的 是很害怕的 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人是廢的 我說 這個人其實我們講人為萬聖 你懂了思想 思考的 你用你的知識 你的智慧去explore這個世界 然後去怎樣去接觸你 或者我們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去接觸這個世界的方法 那個技能 身體的本能 但是我發覺我們從小到大 就是把你的本能全部剪掉 斬手斬腳 要留給你做一個背書工具 是的 那就死定了 不是背書工具 是一個手規手舉的 在一個活動的籠裏 什麼生物 什麼都好 無腦 你只是好像電腦那樣 feed 多少給你 你 output 什麼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性格上的功能 除了分析資訊和接收資訊 其實還有一個功能很重要的就是判斷好壞 嗯嗯嗯嗯 就是判斷好壞的定義都被人設定了 是的 所以譬如有時候說 你看一幅畫 或者你喝一杯酒 有些人就會說 背了藝術史啊 背了酒是什麼種類啊 那些東西 那些是很理性的東西來的 那看那些光暗啊 影啊 落筆怎樣啊 那些技工又怎樣啊 技法又怎樣啊 那些大餐 那你真的喜歡不喜歡呢 就是專家的出現 這是專家的功能 他是專家 他講出這樣就叫做好 是的 這個可以值多少錢的 那個價值就有了 但是你單純說我喜歡不喜歡 好像不值錢的 沒有價值的 但是這個是 起碼你喝完那杯酒 或者你看完那幅畫 首先 其實首先一件事 就是對我有沒有一個感覺先 我對他有一個感覺好 如果說你都有一個判斷 是的 而這個判斷是真的要習慣 你需要去鍛鍊 你要相信自己 是的 要鍛鍊的 由四到大 其實小孩子學習的那個時間 不是很長的 就是我說很好奇 就是去explore的時間 應該學前就要做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學前是幾個月了 我不知道幾個月讀書 幾個月讀書 那怎麼辦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看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我們所有出名不出名的年輕人 都是的 你看得出問題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product 這個product就是 你以為他好像靈你講話 其實這個人厲害不厲害 或者你有沒有智慧 在危難中去考驗 才能表現出來的 順風順水有什麼好挑戰 是吧 現在已經現形了 你看得出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我們講菩薩慧因眾生慧果 我們人師很多時候 我們醫生的習慣來的 我們本來就是去找個原因 知道病因你才可以去醫 這個很basic 我們的training 但是現在的人是怕product 這樣沒有錢 沒有了份人工怎麼辦 打官司 是啊 他們只是想個果 如果沒有了那個光環 沒有了那個名譽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是想那樣 但是如果你的根基是不穩 是寧願都站不穩 上到一定會倒下來的 這麼快二眼報的 我只是覺得快得 我都想像不到 是吧 那你如果譬如你的經驗 現在這些小孩子去找你 都真的有病 那個生活上可以應付到的難題 超出了他的應付能力 哦 那就有病的了 然後身體的反應出現 啊 physically 呃 情緒的 開始有點淋淋的 控制不了 是呀 就是那些rules他分不了 是吧 其實我可能是這麼聰明的 我經常覺得ADHD 小孩子是不是聰明一點 呃 各有分開看 那可以這麼說的 但會不會有些是IQ 有些人是IQ很高才會 才會有ADHD 未必是因果 不過有時候會 是的 就是有我們 會另外再去檢查 嗯嗯嗯 但是譬如剛才 你講的ADHD 是一些所謂的 老部發展上的東西 嗯 因爲你發展有個軌道 嗯 有個軌跡的 那你應該幾歲就學會 怎樣治理 幾歲就學會些什麼 那如果每一關 每一個年關後呢 你都很明顯看到 是因爲它那個活躍 衝動和專注 影響到它那個關 應該要學幾個學校 其實小孩子不專注是正常的 我覺得 但是 所以就是每個年齡 看它 但是同一 譬如 怎麽來學前 其實大部份文化國家都好呢 大概六歲左右都入學的 七歲 六、七歲 對呀 小學 那六、七歲 這個都不是考核 嗯 就是差不多那個年紀 你都叫做坐班房 嘻哈德黎 你都坐到做大事 那你開始有一些 功夫 基礎的discipline 做到少少的事情 嗯 那這個是合遇 就是這些都是那個 自然發展的 發展的那個規矩 就是它叫什麼 那些條件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持續地在這個階段應該發展到的事情 它做不到 它根本坐不到 它根本無盡老師扭盡六任 它都是參與到那個學習 它根本好像一個盆栽 你這頭淋水那頭都流出來 嗯嗯嗯 它根本沒有一些新的行為 新的好的行為 那它只是延遲而已 嗯 但是如果發覺原來那個源頭 都是因爲浩動、衝動、心散的話 那我們修補一下那個部分 它又OK 你修補那個部分就是用藥 對呀 可能幫幫幫 去幫幫它 是的 幫幫幫 但是這些人真的很擔心 就是要吃多久啊 哦 那就發展階段一人不知道 他吃了藥是乖一點的 那但是 師傅需要的 但是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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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怕吃得太久 那當然一定的 每天都是這些問題的 那這個真的要很延遲的坐下來 嗯 是嗎 所以這些真的要坐下來 就是有一個長期的治療關係 嗯嗯 我剛才問你 說他們interview 這些學病人 因為病人是加小孩 你是兒童精神科 那是不是 會不會分開見的 都會的 都會的 那如果小孩子真的不跟你合作 那怎麼辦 老鼠拉龜 老鼠拉龜沒有上來 或是媽媽不在那 他就很合作 有原因的 如果他真的有個不合作的表現 最近 我聽過小朋友說 他的成長的經驗告訴他 每一個聲稱來幫我手的大人 只會找我錯處 嘩 這麼聰明的女生 很聰明的 她說得這句話是事實 這個真的會出真實 我從那一刻 我真的明白 為什麼他會覺得 對我這麼抗拒 我說我銷售我會幫他 但是他的眼中 所有幫他的人都是找他麻煩 都是添加麻煩 那其實都當你是華人 那除非我 他的認知裏面 所有大人都是找他錯處 那你呢 你是專家更大 你找他更加大 錯處 而且你找出來的錯處 他更加難以撥 一定會amplify 那怎麼辦 這個小孩子 直至那一刻 我和他溝通了 我理解 為什麼他會覺得 對手可以幫助他的人 是有這樣的人 為什麼 就是因為過去 他的慣性 認識他裡面 有他的成長原因 多少歲 初中 初中了已經 那他什麼時候開始發病 都是有一些情緒問題 認識上的事情 是初中的時候 還是小學已經有 是 初中很多問題 初中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 真的給他 起碼大家溝通上面 我都給他理解 我都從他這個角度去了解他 那很難得 其實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要get trust 是啊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理所當然覺得幫助 但是原來你的理解是這樣的 是啊 那我樂意好奇 再想理解多些 那這個就是你 那那個溝通就開始了 是醫生才能夠到 你才了解到 這個我就覺得是最大的barrier 那時候我都盡量是 站在病人的立場去想 但是我始終不明白我怎樣幫到他 因為他可能 他是敵士來的 其實 你越問他多 他覺得你為什麼要問我這麼多 好奇就是 那個敵士是背後的原因 是啊 那時間差不多了 哇 那個歷史也差不多 入到氣了 不過anyway 真的就夠時間了 我希望 看下什麼時候 再約你醫生上來 你答應我 OK 好 多謝你先 OK 夠時間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